五个中文字念了两百遍 孙艺珍变身残暴韩国小娘们 明星直面爱情毒药 胡歌承认与江苏颖分手 现在没有女朋友 蔡主言与陈伟霆再传情电 聊工作自情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区 独家观众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我是独小 好 请问一下旁边那位 请问你是小 大家好 我是小于金于全啦 开玩笑 怎么会不认识我是谁呢 不是 你今天到底是要干嘛 首先穿这件衣服 很像老牌的那种大歌服 另外就你开场那个姿势 那是算什么 请问一下 不是 我觉得这很新款啊 这无袖装对不对 而且说到这个谷主播 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必 拒约于自己穿什么 我觉得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你今天不也穿着一个low风装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时尚好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 我不是时尚 如果不是时尚 我是复古也可以的嘛 对不对 再说了 你看最近这个好莱坞的明星 精灵王子布罗姆 就穿了一件这个衣服 引起了我们中国网友的 广大的原因 而且还把它和赵次对比在一起 但真的 就看两个人的衣服 确实都很像 包括帽子都很像 但是真的 不同人穿不同衣服 是不一样的感觉 你说一下 他们两个人 你觉得谁帅 我觉得赵次帅 网上很多的朋友呢 跟谷主播观点是一致的 因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赵次戴了一个绿色的帽子 那帽子多个性 多特别 而且讲的这个突破 其实我真的觉得 在演艺圈的很多艺人 他们也在尝试各种突破 一起来看看咯 女星打响 图围战 孙艺珍一句中文 学两百遍 在对颜值和实力 要求越来越高的娱乐圈 女星们想要一飞冲天 不同反向 就必须要有图围的决心 昨天由陈柏林 孙艺珍主演的中韩喜剧电影 《坏蛋必须死》 在北京举行媒体建议会 要说这韩国艺人来中国发展 也是见怪不怪了 而这跨国发展 对艺人而言 也存在了不少障碍 活动当天 在现场公布的预告片中 韩国演员孙艺珍 说起中国台词 着实令人忍俊不惊 就是这么一句 简单的台词 就令首次拍摄 中国电影的孙艺珍 大伤脑筋 小背评 坚持就是胜利斯米达 举行大象突围战 董结设计要文艺 演戏要突破 在这珍奇多艳的娱乐圈 想突出重围 特色绝对不能少 一贯非常文艺份的董结 上周末亮相上海 为自己代言多年的服装品牌 新品发布会站台宣传 这次董结也带着 自己设计的作品亮相 而风格是非常的文艺 看来董结 是要将这文艺份贯穿始终 这设计要特色 要文艺 演戏也要有突破 不知道演了那么多年 清纯文艺形象后 董结是否有考虑转型呢 小变评 期待更大突破 已经搭向突围战 容祖儿拍真人秀 压力大到哭 女星纷纷跨界球突围 真人秀节目成了翔伯伯 日前容祖儿 现身广州出席活动 对比上次看到容祖儿 这次越发觉得她 荣光焕发 除了恋爱给祖儿加分之外 近期参加的真人秀节目 需要大量运动 这或许也是容祖儿 看起来健康漂亮 很多的原因吧 对于这次跟着一群 奥运冠军 学习各种体育项目 容祖儿也是拼了 甚至拼到哭 我收到我妈妈的问信 然后那一刻就很想家 其实我觉得哭 有时候是没所谓的 就是人生就需要 你不同感情的书发 有时候下午就哭 但是这就被拍到了 小变萍 男友可要心疼咯 乐范天综合报道 靳主播 你今天非要另类道组吗 你前面穿成这样 我已经算了 你这干嘛 你非要扮演蝎子 想怎样呢 刚刚我就说了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想做什么动作 就做什么动作 而且我这个动作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要秀恩爱 请问一下 你刚刚那个动作和秀恩爱 有什么样的 最近有报道说 秀恩爱现在已经提高到了 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你对男女秀恩爱的姿势 要摆出高难度的动作 才能吸引大家的眼睛 你看到这个图片上 这个女生 你能够这样倒打在树上吗 如果是这样秀恩爱的话 我觉得这辈子 我可能无法秀恩爱 我觉得太高难度动作了 很像那种瑜伽动作一样 但是你平时不是有练瑜伽动作吗 练一下没有到那种程度 真的觉得好 我觉得应该现在顺应时代 好好练一下 回去跟老公也好好秀一下 算了 我觉得其实真的 很多时候还是不要秀恩爱 因为前面正说着 这个两个人在恋爱 突然间说分手 也让很多人很诧异 看起来看一看 明星直面爱情毒药 胡歌承认与江书颖分手 如今明星们对于恋情 是越来越开放了 既能晒甜蜜 又能博曝光 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有时这恋情既是蜜糖 也是毒药呀 上周江书颖在新剧发布会 单方面承认单身后 大伙才发现 这段江湖恋已经告终 而对此另一位当事人 胡歌却一直没有回应 不过昨天胡歌出席电视剧 《伪装者》在北京 举行开播见面会 这下可让记者 逮到了机会 对于分手的原因 两人都没有多说 不过话说回来 胡歌与江书颖 这对情侣分手 可真是够低调的 要不是媒体早前刨根问底 大家可能不还蒙在鼓里 当天承认单身的胡歌也表示 少了爱情的滋润 目前他一心把重心 放在事业上 你说我是个戏事业 你说我 你说我风光的也好 反正就在整个创作过程 里面我特别享受 小别平 事业爱情 难道这不能两全吗 明星直面爱情毒药 蔡卓妍与陈伟廷 再传情变 胡歌江书颖 是真的分道扬镳了 而有些明星的恋情 也正遭到不小的考验 昨日大师兄陈伟廷 和女友阿萨蔡卓妍 一到现身英皇娱乐 15周年庆祝活动 早前陈伟廷就被拍到 在街边 要女友阿萨下车带外来 然后自己留在车厢等候 被网友大批没有风度 不知道大师兄看到报道 会不开心吗 因为最近确实有太多 太多就是 不一样的新闻 其实不好意思 我这个方面 我非常违较太多 而难得跟男友同场的阿萨 被问到这件事 就无奈地表示 工作的时候 就聊工作的事情吧 明星直面爱情毒药 张震不想与舒淇再合作 真情侣饱受爱情毒药的磨难 而张震跟舒淇 这对荧幕情侣 最近也闹起了分手 前段时间 在电影刺客念影娘的发布会上 张震因故缺席 只留女主角舒淇 一人独自成场 舒淇就对媒体说 自己再也不想跟张震合作 只留下美好回忆 应得外界猜测连连 而在昨天该电影的发布会上 舒淇因故缺席 这一回张震却来了 面对昔日的绯闻女友 说出不想合作的话 张震心里做何感受呢 其实两人的八卦 早已经是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情 但因为电影宣传 总要把过去再发一遍 那不晓得张震的老婆 看到扑面而来的报道 会做何感想呢 现在有说我太太跟张震心里吃的吗 平常都是我太太跟张震心里吃的吗 我都很少跟张震心里吃的 小变秤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就别闹了好吗 那凡天综合报道 今天有人在办公室提到这个超女 突然觉得哦超女 好像就在眼前 但戏数一下已经十年过去了 所以就有人开玩笑说 现在超女都快变成圣女了 再不嫁的话年纪太大了 而且提到超女呢 就会想到那一串的旋律 这么想唱就唱 要唱得漂亮 就在眼前那种感觉 你不觉得吗 这位主持人 能不能听听一位歌手 此时的心声 这段话之红 这位老牌歌手 你此时的感受是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呢 只有寄歌于情了 来表达此时的心情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还是一样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来看看 十年后超女的生存现状 十年谈指一挥间 聚超级女神第一届的举办 已经过去有十一年之久 而历届的超级女神们 有的顶起了乐坛半边天 有的已经身为人物 也有的转投其他行业 今天小编就和各位 一起透视一下 超女们的生存现状吧 纵观当下的超女生存现状 身处一线 备受粉丝追捧的 也就只有李宇春 张大颖 周比畅等 屈指特殊的几位 当年的李宇春一一声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冲出成都海选 并走上2005年的超女冠军 如今在月韩 也算是逢生水起的代表人物了 不过关于春春的感情状况 我们所获得的有效信息是 一片空白 甚至连绯闻都几乎没有 真是几坏小编了 一心专注事业的李宇春 在别人看来 他可能是个幸运儿 但是在幸运背后 殊不知他付出 比常人成倍的努力 截至目前 李宇春总共发行7张个人专辑 创立个人品牌演唱会 YME 举办过24场演唱会 走过拍大红台 上过央视春晚 当过评委 不光如此 李宇春还参演过多部影视作品 并通过电影《十月为成》 《龙门飞甲》 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提名 作为影台新人 李宇春也将继续发光发热 虽然就是这几年没有拍电影 但是其实也一直在做一些筹备的工作 那今年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电影计划会做事 相比李宇春在唱歌定 综艺等领域全面开花 张颖却是在歌唱一条路上走到底 作为05年超女季军的张亮颖 以独特的海藤鹰 让大家熟知 人称外号海藤功夫 出道至今 张亮颖用歌声 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陆陆续续发行过7张唱片 演唱了《夜宴》 《功夫之王》 《画皮》等多部影视剧的主题歌 然而张亮颖的真正翻身杖 却是因为参加了《我是歌手3》 张亮颖的华丽出场 配上那独特的高音 影的观众尖叫 昔日那个土蒙的超女形象彻底改变 颜值飙升 造型蜕变 通过《我是歌手3》 开取张亮颖事业的第二春 并趁着出道十年之际 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 随着演唱会陆续开演 张亮颖给大家带来的惊喜 也是越来越多 这部在长沙演唱会现场 一句终于等到你唱完 丢影妹子就直接在台上 神情表白了 虽说男友冯科被拱上了场 但却没有当众成婚 难道婚事就这样 没有了夏文了吗 这个看他了 因为我只是做了 我想做的事情 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而且有一个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当时说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听到我讲了什么 所以他上台的时候 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 他说他也会给我惊喜 所以我就等着呗 对于雪秀出道的张亮颖来说 能走到今天 效必其中 有不少冯科的鼎力相助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冯先生求婚的消息 但张亮颖依旧感谢冯科 造就了现在的她 与张亮颖一样 超女和节的男友 也是在演唱会现场首次亮相 2012年10月23日 何节在新专辑发布会上 向媒体介绍自己的现任男友 何子明 这是两人恋情的首次曝光 何子明熟捧99朵玫瑰现身 充满爱意的向何节当众示爱 一席甜蜜话语 让何节感动的当场标类 就在隔年三月 何子明在北京当众下跪 向何节求婚 低于14年7月生下儿子 虽然何节老公名气不大 但唯一一个优点就是老婆最大 在某党知人秀节目上 何子明是做一句 我媳妇肯定又饿了 又一句吃饭没 简直要虐死单身汪的节奏 这部今年5月20日 何节在微博公布怀二胎的消息 如今已为人妻为人母的何节 可是过得很幸福呢 在历届超女中 同样为人妻为人母 并且家庭幸福的当属叶怡倩 刚出道两年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叶怡倩 便选择了与前国家队 跳水运动员甜亮结婚 并陆续生下两个萌娃 从此叶怡倩也渐渐淡出娱乐圈 在家相夫教子 然而就在今年 叶怡倩以踢馆嘉宾身份 强势加盟新出家道 叶怡倩的川味跳水娃 手打牛肉丸等表现出 专业厨师的水准 如此超神的表现 也让电视期前的观众 咱不绝口 虽然曾经的超女们 撑起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但其中也不发些 没能在乐坛混出名堂 转战其他行业的 像艾萌萌 虽然在06年超级女生的比赛中 没有进前三甲 但第四名的好成绩 依然为她奠定了 很高的人气基础 不过早前有眼界的网友 拍到昔日的超女艾萌萌 在人民大学中 某咖啡厅里 做起了适应身 为客人安前马后 令人大跌眼镜 所以说啊 虽然超级女生 能够让超女们 尝到夜爆红的滋味 但命运却将她们 推向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有过风生水起的辉煌 也要经历突然跌落的痛苦 但希望这些勇敢的姑娘们 能够各自找到 适合自己的人生落脚点 乐凡天综合报道 苏醒江亦荣被综合 上演详情大会 等于我有老大不少了 我相信我都接受 接走开 下节更精彩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 波鱼去德国 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星辰 大家好 我是顾小 听说上周末呢 谷主播去厦门看海 玩了一番是不是 我不是去玩 我是去工作 我去了这个 显映秋润的连环盛短 听说那天好像 天有不错风云 天气有一些小问题 我跟你讲那天 真的蛮奇妙的 就是在开始之前 本来是艳阳天 突然间就狂风大雨 没有想到 在我们真正开始的 前十分钟还是五分钟 突然间就雨瓶了 然后就顺利地举行了 本场晚会 大家玩得很开心 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会说 爱有上去的主持人 或者说上去的演员歌手 人品好坏 就体现在这一刻的时间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反正我上去的时候 是没下雨 就是没有人品好 那也不错 好了 接下来时间来看看 我们当时现场的情况 一新演艺令人回归 幸运Q人连环盛典 私下成幸运详情大会 最常在娱乐圈混 不怕太令人就怕不出位 这部就连师兄妹 多年之后的回归演出 都要搞出些花样来 近日人气歌手苏醒和江亦荣 现身厦门方特梦幻王国 参加东南卫视和喜多多 野果王联合举办的 幸运Q人连环盛典 在连环盛典上 苏醒和江亦荣 把参与为母校而战录制时的 比赛环节搬到了现场 男人抽取粉丝组成各自的战队 在舞台上展开一场巅峰大战 但诡异的是 每到比赛的关键时刻 苏醒就会偷偷地给江亦荣放水 在小编的追问之下 苏总才道出了真相 还是要谦让一下的 因为首先她是女生 然后更重要的是 她答应帮我介绍女朋友 当时我们在一个 一个私人的聚会上面遇到之后 我就跟她讲说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我当真啊 所以我对她比较可惜 输赢诚可贵 粉丝价更高 若为女友雇 两者皆可抛 不过小编也可以理解了 毕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不但30岁的苏醒着急 连江亦荣也已经要面对逼婚了呢 我的妈妈给我下通牒了 我妈说 因为她跟我住在一块 她说 我觉得你应该是时候 认真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对 因为我有老大不小的嘛 27岁了 现在爸妈给我相亲 我都接受 你已经到了 表远是男的帅女的美 事业上也都处于上神机 找个对象能有多难 赶快和大家说说 你俩的择偶条件吧 又要颜值高 身材又好 性格又好 要一定的学历 谈吐内涵 目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好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没有谈恋爱 我说苏总啊 这颜值高 身材好 说的不就是江亦荣吗 而且你俩还认识多年 志趣相投 何不内部解决了呢 要不要 亦荣 我们应该互相服侍对方的型 对 我不是他喜欢的泪 他喜欢白富美 对 我是比较黑 对 其实我跟他比较像兄弟 运行演艺并类回归 马德忠希望和向海岚 爱在星空下 因为由马德忠 向海岚主演的定 爱在星空下 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最了解这部戏 是前岗姐向海岚吸引多年后的首部作品 也是向海岚与马德忠的首度合作 连岸在戏中可是爱得死去活来哦 我希望能在一个电影里面 从什么怎样跟他认识 慢慢去产生感情 然后往后有一些可能特别的事情发生 你一直说 希望在影片里头跟向海岚 好好地谈起了恋爱 对啊 也应该了 怎么看完 欢迎来到玻璃游区娱乐 血维基金的环节 这答答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咯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白百合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玻璃游区提供的 大礼包一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黄雅丽 亲笔签名的写真人 送给你们的 是的 大家感谢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带着正媒戒之人是谁呢 这要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饭店的 官方微博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游区所提供大礼包一份 然后那就是我们要送给大家的 UNIKE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 是的 希望大家感恩来索取来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明头时间 再见